第325集 这女真人也太拼了吧 而且这两万三千人中 攻破开京的时候 只是阵亡了不到一万人 主要是进城后的屠杀中 死伤了太多 这些死亡不是被淹死的 就是被其他东西给剖死的 或者被人以命换命搏杀的 总之 这场开京的战争下来 李初带来的五万女真部族 已经只剩下了一万多人 而且这一万多人 还几乎是个个带伤 其中还有三千人 没法再继续作战了 没有了战斗力 必须要送回去依旧 否则在半路上 死掉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 如今 真正还算能有战斗力的 就只有一万一千人了 负责焚烧开京的 就是这一万一千人 这一夜 依旧是那么的漫长 李初躺在坦克的炮塔上 思索着 明日该怎么继续让 女真人冲锋 毕竟如今 这女真人的场面 也实在是忒惨了一点 不过 要是不让她冲锋 这可就针对不住 李初的初衷了 而且这骑兵那边 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是怎么样了 这些外族实力虽然强悍 但是更多的 则是体现在骑兵上面 当日 高丽棒子这次 以命换命 也是重伤 女真人的一个原因 燃烧在开京的大火 第二天早上 这才扑灭 城中的这些尸体 基本上都化作了尸骸 这剩下的工作就好办了 直接让这些女真人挖坑 让这些尸骸填埋 这尸骸好搬运 而且体积小 当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后 这天色也已经快要中午了 这边埋锅做饭 弄完后 就直接往下一个地点进行 下一站 就是后世的汉城 也就是如今的棒子国南京所在 这一次 还是由女真人打前锋 有了西京跟开京这两站 女真人这边也察觉出了一丝不对 这两站下来 女真人伤亡太惨重了 要照这个下去 这女真人还不得全部打光啊 他们是为了听从大宋帝国的争调而来的 可是也不能就这样全部死个干净吧 对此 李初也给了退让 这次攻南京 依旧还是以女真部族为主 不过这一次 麒麟军可以进行配合 两军协作一起攻 而且也是时候把这些女真骑兵给调回来了 对此 女真人也是妥协了 既然这次麒麟军 愿意一起加入进来 那么他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南京距离开京并不远 一路上 大军急行军之下 下午的时候 就赶到了南京城外 随着住房开京 开京将周围大多数的士兵都抽掉去保卫开京了 这南京城就没有多少的守卫了 虽是说让麒麟军一起帮忙协助 可是实际上 在女真人攻了两次城门后 李初这边也让豹衣坦克出动了 一炮轰掉了南京的城门 女真人随后冲进了城中 在女真人冲进了南京城后 李初这边又开了一炮 这一炮 是对准着城头 那个南京城三个字 上面轰过去的 而且这一次 李初也没让这些女真人进城就杀人 而是在破城解决了 这南京城的防卫力量后 将高丽棒子的百姓 全部驱赶出南京城 之后李初又让人 将南京的南门城门也破坏 尤其是南京城这三个字被抠掉 后世的棒子有棒子国自己的预言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这棒子还是用的是汉人的汉字 这里虽然也叫南京城 但是却不是后世的那个南京 而且这两地重名 李初也不好在这边进行屠杀 将这些百姓驱赶出城 然后将他们一路驱赶着往黄海走 等到快要天黑的时候 终于到了黄海的海边了 李初也没特意为难这些棒子 只是下了一条命令 跳海 不跳着 杀 跳了着 只要你跳了 你只好是死还是活 全看你自己的了 若是侥幸没死 这边也不会继续杀你 你若是死了 那就死了 可是你不跳 必须死 一些棒子 犹豫地不敢跳 这边直接让人就地开杀 看到人就杀 不跳 就地斩杀 这一杀 这些棒子就害怕了 个个不管不顾地 跳向了大海 毕竟 跳进海里 不管怎么样 还能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可若是不跳的话 直接就被杀死了呀 而且当中还有不少人懂水性 这跳海也不一定会死 于是 这些从南京城里驱赶出来的棒子 百姓们纷纷被逼着 跳下了黄海 李初这边也遵守了承诺 跳海后 不会再管 不过看着这海面上 这么多漂浮起来的尸体 哈哈 打破了开京 南京之后 李初没有兴趣 再继续留在这边了 如今这高丽棒子的都城 都被焚烧一空了 一些王室成员 估计也只有几个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逃脱了 不过这不打紧 后面还有那么多的大军继续清扫呢 所以这后面的公公州 泉州 东京的事情 李初就没有参与了 这个东京 治的是高丽棒子的东京 并非是小日本的 这个东京在后世棒子国的大丘 跟釜山中间的东边沿海 他则乘坐黑鹰直升机 返回了汝州的汝坟镇 到这边来陪陪阿秀 自南下大理以来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李初几乎就没回过家 那次征高丽海旋班师回朝的时候 也由于朝中突发重大变故 不得已 不急忙的吉兴军赶去汴京城 主持大局 那次也只是简单地 跟阿秀碰了个面而已 高丽这边的大局已经定下了 如今所缺乏的 不过是时间罢了 当一夜缠绵之后 阿秀在床头 给了李初一个惊喜 他怀孕了 如今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之前李初在乳坟镇上 只是匆匆逗留了一会儿 阿秀没有找到机会告知此事 如今李初回来了 这才将这个喜悦分享给他 两个月的身孕 算算时间 也正好是自己当初那会儿 缠绵的结果 孩子 上一世自己光过着玩 可却从没有哪个女人给过自己孩子 如今 李初将阿秀深深地搂在怀中 这几日 李初都在陪伴阿秀中度过 高丽那边的战事 一切非常的顺利 五天的时间 整个高丽平定 十万的女真部族 回来的时候 只剩下了三万七千人 这剩下的四万多人 全部都是骑兵 女真人的部族已经全部战死了 这还是之后的几场攻城之战 都是麒麟军主动打前锋 用坦克解决城门的 否则这个伤亡数量还要再次扩大 女真部族虽然死了六万多人 但是成果也是非常的明显 整个高丽半岛上 如今已经不见任何一个高丽棒子了 不排除一些棒子乘船出海 躲避 或者顿入了深山老林中 但是 一些经常活动的区域中 已经没有一个高丽棒子了 这算是灭族了吧 姑且算吧 如果李初所料不差的话 肯定还有不少的高丽棒子逃了出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北宋游坦克 比如在这高丽半岛上的四周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 数量差不多有一百多 这么多的岛屿 这边可没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去清扫 虽然没空清扫 但是李初也能知晓 最多不过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到时候 整个高丽棒子就会彻底灭绝了 如今金人灭国了 高丽棒子也灭族了 李初也是时候该回京复命了 向阿秀告别后 李初乘着黑鹰直升机 飞去了辽阳府 两万东征的高丽的麒麟军 已经在这边等候 而且这次北上灭金的麒麟军 也有一些在这边集结 其余更多的 则被岳飞带去了云内州 方州一带跟蒙古人作战去了 这边大军在等李初的到来 然后班师回朝 灭掉金人的消息 早已经传回了汴京那边了 汴京上下是一片欢腾 早在李初开着轰溜轰炸机 炸死蜿蜒阿古打 大军全面反攻的时候 汴京上下就已经是一片的欢呼鼓舞 这麒麟军终于没有让他们失望 终于打赢了金人 这一战 也是将压在汴京城头上 一块阴云一扫而进 整个汴京城的人 从百姓到大臣们 再到帝王 都不由地在心中舒坦了一口气 危机终于解除了 紧接着就是源源不断的捷报 送回了汴京城 甚至一天之中 送回了数道捷报 这些捷报 看得满朝文武 是大快人心呢 金人 你也有今天 当初你南下 打得大家是憋屈不已 如今这反扑崩溃的速度 竟然也是来得那么的快 好 麒麟军干得漂亮 先前并大礼 灭吐蕃 已经让朝中众人 对麒麟军的看法 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 尽管当初有人 再怎么不喜欢麒麟军 可是麒麟军干出来的这些事 他们都是无比的佩服 大心眼里是钦佩 如此巨大的功绩 甚至都比之汉武的获去病 都不知道强了多少 大宋能有麒麟军 实乃大宋之幸 如今这如此迅速地击败金人 而且这一路还直接打到了金人的老巢 黄龙府 甚至还直接让金人主动投降了 金人就这么地降了 众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 这才多久啊 先有金人十日灭辽 再加上如此迅速地击破大宋的北方防线 一路打到向州来了 可是如今 这一面对麒麟军 竟然短短的时间 不断地被击败 而且还直接被打到了黄龙府 直接灭掉了 如今麒麟军的功绩 已经彻彻底底地吓到了这群人 这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还不算 回头又有捷报传来 麒麟军已经带军进入了高丽国 众人还在惊议 这麒麟军带兵进入高丽做甚 结果这才一两天的功夫 高丽那边也传来了捷报 麒麟军攻破高丽的都城开京 高丽灭国 朝中文武大臣是一脸蒙圈的 这 高丽这个国家 大宋也是知晓皆处 知根知底的 当初是在唐朝的扶持下 这才建国 然后灭掉了新罗 百计 这才统一了高丽半岛 此后唐安史之乱后 高丽脱离唐朝控制 独自在高丽半岛逍遥 直到辽国的建立 这高丽起初是看不起辽国的 甚至还想主动征集大军 征讨辽国 还把辽国送给他的五十匹骆驼 给饿死 来嘲讽辽国 后来这高丽又想跟大宋结盟 太遣了使者过来 不过 最后这个盟友 还是没有递成 因为辽人进攻高丽了 八十万契丹大军 从辽国出发 越过鸭路江 大举入侵 高丽西北部 高丽军队与契丹 在凤山郡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也不知道辽人那次是怎么打的 八十万 居然都打不下一个小小的高丽 反正最后打的都打成了谈判 于是高丽屈服了 跟大宋断绝了联盟 这事情就又过了十多年 十多年后 辽人再次进攻高丽 这一次 派出发动了四十万大军 再次入侵高丽 这次的成果是非常好的 都打破了高丽的都城开境了 结果也不知道 这辽国的皇帝怎么想的 居然担心战线拉得太长 担心会受到高丽的反击 开始撤退 这一退 反而给了高丽机会 高丽趁势反攻 把这四十万的辽人都打掉了近一半了 这时间就又过了十多年 辽人再次率领十万大军 卷土重来 结果最后还是没有啥结果 两个弹劾 自此之后 辽国就再也没有侵略高丽了 这一点 这是李初所不知晓的 他要是知晓的话 肯定会破骂这辽国皇帝 好深的心机 八十万打高丽 打不下 阵子都没打破开境 你信吗 然后又是四十万再打高丽 这次打破高丽了 居然担心战线太长 整个高丽半岛这才多大呀 居然担心战线过长 然后借机退兵 结果反而被高丽 弄死了一半人 你信吗 然后又是十万卷土重来 居然再次打了个弹劾 这高丽居然这么牛叉吗 你信吗 至于你信不信 李初反正是不信的 高丽要是真有这个本事 早就一统全球 冲出太阳系了 白天太阳那么大 怎么冲出去 晚上冲啊 不过如果李初知晓的话 多半也能猜出来 这撩人 这三次攻高丽 恐怕也跟当初 阳广三征高丽的原因 差不多吧 不然这前前后后 一百三十万的大军 进入高丽 怎么可能没有灭掉 关键是能不能下狠手 能不能有这份狠辣 如今李初不过是十二万人而已 不同的是 他是一路屠杀过去的 这就是区别 不过这些区别 如今这汴京城中的这些个大臣们 也都还不知晓 他们只知道 麒麟军不但灭掉了金国 而且还顺带的也打入了高丽国 还打破了高丽的都城 开境 这 他们能说什么 他们还能说什么 有麒麟军在 真乃大宋之兴也 什么攻高盖主 那是放在别人身上的狗屁 没有人敢说麒麟军攻高盖主 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攻高了 这甚至都能超越了好吗 去仔细算算麒麟军的功绩 先不说 他平定国内的王庆 方辣等动乱 就单单说对外 先是将大理并入了大宋 然后还灭掉了大宋 在西南最大的编幻土博 是直接灭国 土博的国家又多大 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都快赶得上大宋了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诱惑 谁人能挡得住 再加上麒麟军当时 也几乎掌控了整个东南 若是当初有异心的话 早就直接在土博另立国家了 又岂会再回大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麒麟军当时也几乎掌控了整个东南 若是当初有异心的话 早就直接在土博另立国家了 又岂会再回大宋 这麒麟军不但回来了 还提出了将土博人牵出土博 将大宋百姓牵一尽土博的这种完美解决办法 这种人若是有异心 怎么可能 也正因为如此 这才让大家对麒麟军 对李初的看法彻底地改变了 也正因为此 赵桓也是无条件地相信李初 因为李初不断地帮大宋开疆拓土 而且还扶持保住了他这个皇位 没有他 焉有现在的大宋 远的不说 就是眼前这金人 要不是麒麟军 如今金人还是压在大家头上的一把刀呢 随时都有可能打到开封来 现在好了 金国灭了 不但灭了 顺便还把高丽也 当知晓李初要班师回朝的时候 赵桓也是高兴得不行 当即跟文武百官商议 要到陈乔义去亲自迎接大军归来 以及接下来如何封赏 还有就是他要在大庆殿设宴 为李初的到来庆贺 大庆殿设宴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啊 要知道 大宋设宴举行的地点 一般都是在吉英殿 跟生平楼这两个地方举行 偶尔有重大事情的时候 会在垂拱殿设宴 在垂拱殿设宴的例子就非常的少 可是要在大庆殿设宴 这是大宋开国以来 还从未有过的例子 大庆殿 这是举行大典的地方啊 由此可见 这麒麟君跟李初在赵桓心中的分量 这件事文武大臣也没有人拒绝 如今麒麟君的功绩 确实足够在大庆殿为他设宴了 汴京城中的这一切 李初目前还尚不知晓 如今他正带着大军在返回的途中 鲍伊坦克他留在了燕京那边 这次回来还是坐着马车回来的 在马车上 李初打开地图仔细地研究着 如今金国已灭 高丽也灭族了 那么这东北方向就只剩下了一个日本 其次就是北方的蒙古 而南边 琉球岛已经归入了大宋的版图 那么这大陆架上就剩下越里朝跟蒲甘 以及天主 至于更南边的那些印尼猴子 李初摇了摇头 印尼那边的猴子肯定是要进行清扫的 但是不是现在 如今之际 先是要把大宋周围的一些小国家给清扫 这样一来 整个大宋帝国的面积 就是彻彻底底的东海沿海了 蒙古那边 如今有岳飞在 只是岳飞因为李初的命令 暂时还只是在云内州一带 跟蒙古人纠缠 李初没有让他直接攻入蒙古 而西夏那边 如今的西夏 也可以说 算是瑟瑟发抖的样子了 对于西夏而言 最近这些年可是真的不太平 先是跟大宋在延安府的一场战斗 打得西夏人是憋屈不已 原本各不相让的局面 变成了西夏这边疏多赢少 导致延安府一带的局面为大宋主导 这也就罢了 这辽国怎么说灭就灭了 金人强势地崛起 吓到了他 结果这金人刚崛起 这蒙古人又来横插一脚 把原本辽人的地盘给占据了 变成了西夏的邻居 这还不算 这才多久 如今金人又突然地给灭了 烟云十六周的地盘变成大宋的了 这 这还不算 这南边的吐蕃 却也是说灭就灭 被谁灭了 大宋 西夏人这下就心里慌了 怎么哪里都有大宋啊 这大宋实力有多么厉害啊 跟大宋打了这么多年仗的西夏人最清楚 如今大宋能打的 不过就是一个西军而已 如今西军被他们牵制在延安府一带 怎么可能离开 可是这大宋展现出来的实力 确实吓到了西夏人 先是不声不响地直接灭了吐蕃 结果这才没一个月 强势崛起的金人又给灭了 如今西夏的在位皇帝乃为李乾顺 这已经是他当上西夏皇帝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了 要知道如今的李乾顺也不过是四十岁 四十岁 却当了三十七年的皇帝 这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三岁的时候 先帝跟太后相继去世 留下了年幼的李乾顺 这李乾顺也是幸运 因为他爹救他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没有人跟他争夺皇位 当然也不是他爹不孕不育 而是他爹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六岁 按理说一个二十六岁的皇帝 应该也有很多的聋子才是 这又得跟他爹同小被他奶奶囚禁有关 他爹也是小时候就当上了皇帝 七岁 然后就被他奶奶给当成傀儡了 虽为皇帝 却无皇帝之实 从七岁到十六岁成年 再到二十六岁死亡 这一个人的一生啊 就是他奶奶梁太后的一个傀儡 这人生就是一个悲剧啊 这梁太后又把自己梁氏一族的女儿 嫁给了他爹 视为皇后 这皇后乃是他奶奶的人 他爹还能再娶别的女人吗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爹一生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 而且他爹还是一个奶奶管言 七管言 所以李乾顺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爹就只有他娘一个女人 所以在他爹死了之后 就再没有别的皇子跟他争权了 然后他爹也是死得憋屈 生前为他奶奶的傀儡 这好不容易熬到梁太后死去 结果他奶奶怕他爹推翻梁氏一族 于是就把他爹也带走了 带走了 带去哪了 带去地下了 这也是他爹为什么26岁就早逝的原因 因为他爹在16岁成年以后 几次想要亲政 几次想要推倒梁氏 还政于皇 不仅如此 他爹还在暗中跟辽国 跟大宋联系 想要跟两国结盟 借助外来的力量 推翻他奶奶的母党专权 结果自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在梁太后的违政措施中 这跟大宋违帝 跟大宋作战 这就是梁太后的意思 他爹在位的时候 膝下跟大宋的交战 都是这个梁太后一手导致的 好不容易这梁太后的弟弟死了 空出了相国之位 这才八个月呢 梁太后也死了 他爹正以为冒头的日子到了 结果就是内部集团又爆发了矛盾 啥矛盾 母党跟皇党外戚之间的矛盾战斗 他作为一个皇帝 毫无任何威信 梁党谁也不鸟他 依旧将他当傀儡皇帝 最后的结果嘛 母党赢了 然后他爹也就死了 至于怎么死的 这原因不难猜 于是三岁的李乾顺登基了 成为了新的西夏皇帝 李乾顺虽然登基了 但是他娘 也就是当年梁太后母族那边的人 这陶政还是由母党专权 梁太后虽然死了 但是他娘又站起来了 成为了母党的领袖 于是李乾顺也重蹈了他爹的覆辙 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傀儡西夏王的男人 母党专权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北宋游坦克 这又是母党专权 这朝中的黄党不能答应啊 虽然当时的争夺中 黄党败了 但是却没死绝 母党虽然专权 但是朝中可还是有很大的矛盾的 有矛盾怎么办 解决呀 当解决不掉了的时候怎么办 效仿先贤 效仿谁 效仿阳广 学着当初的辽国一样 效仿阳广 把内在矛盾转移成为外在矛盾 后世的小日本也是这样干的 这才有了侵略中华的行径 于是他娘又继续学着他奶奶一样 把这些内在矛盾往外推 把他演变成外在矛盾 穷兵独物的战争政策 用不断地对宋朝的用兵 移转于国内危机 于是这又演变成了西夏跟大宋之间的战争不断 这十三年的时间内 夏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 达到了五十余次 有的一年内就达到了六七次以上 更见的是 他舅舅梁以布一边频繁进攻宋朝 一边还同宋朝共使交聘 往来不绝 往往在急兵进攻宋朝时 对部下声称 我之所以连年兴兵难笑 是想让宋朝怕我 想要为国家求得安宁啊 剑哪 他舅舅是剑 而且还是一剑到底 权力实在太诱惑了 于是他舅舅开始不满手上的权力了 到后来逐渐发展到 企图控制他娘 当然别想污了 控制他娘并不是要对他娘搞乱交 而是得到他娘的权力 于是他舅舅跟他娘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结果是鹤棒相争 渔翁得利 他舅舅败了 他娘胜了 他娘虽然胜了 却也是惨胜 朝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满他娘 而且他娘为了转移这些矛盾 更是不惜继续对大宋用兵来转移矛盾 最后还挟持李乾顺一起 派遣了五十万人对大宋发动袭击 攻陷金明寨 两年后 又率四十万继续对大宋袭击 强攻十三日 连个城都没破 粮草缺乏 又遭遇暴风雨 然后大败 这场大败注定了他娘的政治失败 于是向辽国求救 辽国大喜呀 终于能插手西夏国内的政务了 于是一杯毒酒毒死他娘 扶持了李乾顺 于是十六岁的李乾顺终于亲政了 头顶上没有了他娘的威胁 也没有了他舅舅的作戒 终于能好好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过日子了 此后 李乾顺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 然则他娘做的那些货事 也是时候需要人来背锅了 侵略了那么多次大宋 大宋朝又起回答应 在宋徽宗继位以后 大宋这边一反西北这边的战争局面 有蔡经跟铜冠这两个主战派在 于是大宋的西军开始反攻西夏 而李乾顺也并不好过 母党没了 但黄党还在 于是只能借战争来稳固自己的皇位 于是西夏人跟大宋的战争又开始了 不同的是 这一次不再是西夏主攻 而是大宋主攻 双方各有胜负 大宋要多一些 而西夏人所养正的辽国爹 也开始扬尾走了下坡路 再加上金人在北方的强势崛起 辽人越来越不行了 最后被人抱了菊花 辽国这个大汉香消玉允 于是李乾顺就又苦了 本来看着跟金人抱的辽国菊花 震震带血 他也退缩了 甚至还开始有了跟大宋议和的想法 可奈何两年前的人和一事 让西夏人跟大宋之间的关系 再次交恶 李乾顺头疼呢 他也没想到 他抱着的辽国爹 会这么快就被人捅菊花 捅得大出血而亡 诺大的辽国爹 说没就没了 蒙古人来了 感觉了一半多的辽国地图 将地盘拓展到了西夏边界 金人又强势地崛起了 面对着强势崛起 而且技术这么强大的金人 李乾顺只感到菊花隐隐作痛啊 甚至对未来还感到彷徨 这天下的局面 这走势会演变成什么呢 要不要跟金人交好 要不要不再跟大宋作战 西夏跟大宋议和 李乾顺左右摇摆不定 这到底选谁作爹呀 是选大宋作爹还是选金人作爹 当看到金人灭到了辽国老爹后 立即就猛攻大宋 而且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 就一路直接打到了大宋的腹地去了 甚至差点就直接打到大宋的都城 开封府去了 这个消息一传到西夏国内 李乾顺立即就能做出选择了 这还用选吗 肯定是选金人作爹呀 起码可以不用担心被暴局花了 而且这大宋虽然是那么的强大 疆域领土是那么宽广 但是这玩意儿有毛用啊 母党也就是他妈 他妈虽然专权视为西夏的母后 虽然拦他路了 逼他喜欢不喜欢的女人 但是怎么的 他娘在位的时候 攻打了大宋那么多次 还不是一次两次 在他心目中 这大宋就是一块特别好捏的泥巴 你反扑又怎么样 你又不是没反扑过 也就那样呗 虽然作为一个帝王 一个皇帝 一个西夏王 他不能这么片面地去评价一个国家 可是在他心目中的大宋 确实是这样好捏的 而且在他心里 你让他选择大宋当爹 他心里其实也是非常不愿意的 谁想选当初的手下败将当爹呀 这还不是大理跟土伯闹的 这大理好端端的 怎么就直接病入大宋了呢 这土伯怎么好端端的说灭就灭了 成为了大宋的西藏路呢 你们这样做 问过我西夏了吗 面对着昔日的老对手 手下败将 突然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实力来 这让李乾顺感到害怕呀 也正因为如此 这才把他放在跟金人同等的地位 在选择坐爹上 在大宋跟金人之前来回盘旋 可是 可是他还没去举行跟金人的任爹仪式呢 这金人爹怎么说败就败了 而且一败涂地 一泄千里 甚至都被大宋直接打到老家黄龙府 然后身似国面 光棍地投降了 当李乾顺知道这个消息后 简直就是日了狗了 老子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要认金人为爹了 你这个爹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能不能不要这么不给力呀 你败给谁不好 你偏偏败给大宋 认大宋做爹 他内心是极为不情愿呢 原因嘛 上面也说了 可如今有什么办法呢 大宋横扫大礼 吐勃又灭了金人 听说 还把高丽那个不听话的孩子 给割掉了小鸡鸡 断了后 李乾顺现在是左右为难呢 可是他现在不得不来面对这个事实 要不 任大宋为爹 又或者 他将目光 看向了北方 北方 还有一个蒙古人 这蒙古人 原先在辽国的北方那边 西夏跟他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接触 这突然一下 就做成了邻居 这让他有点 一时间 没法适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而往西 又黑汉 又回胡 跟黄头回起 而且在西北那边 被蒙古人隔绝开的位置 还有他西日老爹 辽国的一些残余不足 可是 可是往西那边的东西 完全没有一点用啊 需要你们还得往西边求救 然后你们还得经过我的地盘 才能攻打大宋 虽然 虽然现在土不归大宋了 你们可以从直接攻大宋的西藏路 可是西藏路那边到处都是高山 你让他们去攻 人家还不一定乐意呢 要不 跟蒙古人结个蒙 听说这蒙古人 最近跟着大宋在北边 好像打起来了 能跟大宋打成一个平手 倒是挺有实力的 然泽就在李乾顺 准备向蒙古人派遣信使 友谊联盟的时候 北方那边传来了最新的进展 大宋麒麟军大破蒙古 一日之间 攻破被蒙古所攻占的云内州 天德郡 将蒙古人东晋伸出来的一只手 彻底给碾碎成了粉末 蒙古人的铁骑在麒麟军的复合弩之下 不堪一击 游击 弩射杀 正面弩刚 弩射杀 好了 没事 麒麟军直奔蒙古人老巢而去 蒙古人害怕了 开始回防 然泽面对麒麟军的弩阵 蒙古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了丢了大量的尸体在这边 也没啥剑术了 本以为这麒麟军也就是靠着弩剑远程攻击的而已 看他们的装备 外面披着一件火红色的袍子 不懂内情的蒙古人还以为这麒麟军没有穿着战甲呢 于是有了一番大决斗的计划 欲以数量取胜 跟着麒麟军来一场近身搏杀 为此 这蒙古人还驱使了大量的撩人当作肉盾赶死盾 驱使撩人在前来消耗麒麟军的弩剑 当然 他们也不敢弄太多的撩人来 不然这一旦溃逃的话 反而会将他们的阵型给冲散 于是在茫茫的大草原上 一场决斗开始了 蒙古人以撩人为先锋 然后自驾的铁骑跟随在后 撩人消耗了麒麟军大量的弩剑 之后冲锋铁骑 也拼死冲到了麒麟军的面前 这一次是他们最接近麒麟军的一次 为了这个接近 他们已经付出了两万的撩人 两万的蒙古铁骑为牺牲品 终于冲到了麒麟军身前 本以为他们的斩马刀 可以轻松地破开这麒麟军的布衣 结果就是割开的红色麒麟袍下面 是闪着银色光芒的钢铠 蒙古人的弯刀在钢铠上划过 连点火花都没有冒出来 反倒是麒麟军 抽出了腰间的绣春刀 轻松地将马上的蒙古人 斩成了两段 什么骑兵冲锋的冲事 在如今的情况下 这路上这么多的尸体 战马已经冲不起来了 到了麒麟军镇前的时候 不过就是仗着马而比人高而已的优势 再加上蒙古人的战马乃是蒙古矮脚马 这身高的优势不大 于是 于是蒙古人感觉自己被坑了 一场大败断送了蒙古人最后的希望 让他们绝望了 蒙古人败了 一场大败 这个时候的蒙古 可还没到成吉思汉那个时候那么强大 而且虽然为蒙古 但是却没有一个核心的大汗 如今的蒙古也跟土博一样 诸多派系横行 有黑打蛋 白打蛋之分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 蒙古大帝曾被匈奴 鲜卑 柔然 突厥等游牧民族统治 也有后世历史学家考证 蒙古族起源于东湖的分支 蒙物始位 虽然没有一个核心的大汗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有一个联盟 那就是以塔塔尔部族为首的联盟 塔塔尔或达旦 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 可惜了 塔塔尔这个部落 后来变成了一个民族 从蒙古人变成了新疆人 当然 这个塔塔尔部 在后世的那个塔塔尔族 是不是一体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如今的蒙古诸部 乃是以塔塔尔部落为联盟之首 虽然为联盟之首 但是在所有蒙古人的眼中 他也就只是一个联盟的首领罢了 跟大汗没有一毛钱一分钱的关系 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大集体 但是在内部 却是谁也不服气谁 塔塔尔部落虽然是联盟之首 但是今人跟蒙古诸部合作的时候 却是选择了南边的克列部 蒙古斯部 密尔继部这三个部落进行合作 主要是这三个部落都是算中等 而且地盘跟金人 没有存在什么冲突 再加上这三个部族的地盘 也跟辽国搭建 所以成为了蜿蜒阿古打的最佳选择 而塔塔尔则跟金人交界 如果这场战事 也选择塔塔尔作为联盟的话 这无疑又给金人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所以金人并未选择塔塔尔 于是四方商议 蜿蜒阿古打公辽 这三部则从蒙古出公辽 结果灭辽之战结束之后 蜿蜒阿古打得到了辽国大半土地 也同时将存在于辽国边界的蒙古部族中的 王继次部吞并 变成了金国的部族 而蒙古这边 虽然三个部落一起公辽 但是却也有许多的龌龊 这次公辽最大的功劳就是克列部 他也是授意收获最多的部落 甚至比金人还多 就是他直接南下占据了辽国一半的领土 而蒙古私部则只占据了辽国北部一点的地盘 反倒是密尔继部 他却突然向克列部发难 反而去侵占原先克列部的地盘 蒙古诸部的局面重新分割 克列部由于地盘太大了 目前又急着攻占辽国其他州府 暂时放下了跟密尔继部的战争 反倒是在云内州跟丰州与大宋的麒麟军交战 这一次麒麟军大败的就是这个克列部 不过虽是大败克列部 但是实际上打败的则是克列部 密尔继部 八次呼部 三部的联军 蒙古人是内斗 但是如今这大宋麒麟军一路孤军深入 穿过克列部所占据辽国大草原 冲进了密尔继部当中 而且这一路上是看见蒙古人就杀 这些蒙古人也害怕了 于是临时组建成联军 共同抵御麒麟军 结果却是遭遇了一场大败 一场在草原上空前绝后的大败 这些麒麟军进入大草原后 不但杀人 而且还焚烧草地 尤其是看到一些蒙古人居住的区域 这边未图干脆 直接就是一把火烧过去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李初也不担心这大伙 会把大草原都给烧没了 这场大败后 克列部 密尔记部 蒙古斯部 这三部已经没有战斗力可言了 族中的男子几乎都战死了 他们不得不选择迁移 然则麒麟军却不会放过他们 打完就想逃 没门 面对麒麟军不断地追击清扫 这三个部族不得不被迫选择了投降 这三个部族一投降 整个蒙古诸部一片哗然 这三族降了 麒麟军的兵风却从未停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北宋游坦克 下一个 启言部 说启言部 大家或许觉得陌生 可是要说黄金家族 要说成吉思汉 说铁木真 那就是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了 铁木真就是出身于这个启言部 不过那是八九十年后的事了 此时估计他爷爷都还没出生呢 这个启言部 李初是有特别交代的 一个部留 于是大草原上的刀锋火海 又燃烧了起来 整个启言部是一片血腥 麒麟军的铁血手段 当真是威震了所有蒙古诸部 面对纸弹兵刀的麒麟军 面对这个大宋帝国 新突起的义军 整个蒙古诸部 是瑟瑟发抖 这跟之前汉人 对待他们这些外族的手段 区别太大了 一言不合就灭族 在这种威言下 蒙古诸部不得不被迫 选择了投降 八次呼部 降 杰嘎斯部 降 查赤刺部 降 就连塔塔尔部 在跟麒麟军 进行了一次交锋后 也不得不投降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部落 自此蒙古诸部 全面投降大宋帝国 蒙古人这一降 隔壁的西夏人 是彻底蒙圈了 李前顺 李前顺 李前顺十分茫然地 看着北方 蒙古蒙古 你这个义军突起 占据了大辽一半领土的人 怎么就那么的不给力啊 本来还指望你们 跟大宋拼一下呢 结果你灭得比辽国 比金人还快 李前顺 得到这个消息后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 来形容自己的内心了 再看看大宋帝国的四周 原先的辽国 灭了 金国 灭了 高丽 灭了 大理 病了 库博 灭了 蒙古 也灭了 好像 好像这西北方 就只剩下自己最后 最后一家了呀 就剩下他西夏了 这让李前顺 很难做呀 投还是不投呢 他可没天真的认为 这大宋会这么平静地放过自己 大宋会放过自己吗 怎么可能啊 这西夏可一直都是大宋的老对手了 如今这大宋国突然一下从学渣变成了学霸 短短一两年时间就横扫了周边各国 这已经展现出这大宋帝国对外战争的态度了 如今周围的国家都灭掉了 就只剩下了西夏 这大宋帝国下一步肯定就是西夏呀 李前顺怎么办 他此时是不敢跟大宋打了 这暴掉辽国菊花的金人 说被灭就灭了 同样蒙古也说没就没了 他可不认为西夏能强到哪里去 这思来想后 这想来想去 李前顺内心是极为的不安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谁也做不出的选择 第二天的朝会上 他将自己的这个选择说了出来 他这一开口 满朝文武一片震惊 什么 居然要投降大宋 这 这个消息一出 满朝文武是谁也没法接受 他们跟大宋也打了这么久了 也多多少少知晓大宋的金粮 可是如今竟然要直接向大宋投降 这还不是简简单单的投降 而是举国投降 把西夏并入大宋 成为大宋的西夏路 这 这换谁 谁也不答应啊 好在李前顺做出这个举动之前 他已经连夜找了四位 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商议了此事 而且还将蒙古人 辽人 金人 铺博人 作为例子 跟四位重臣说了 虽然举国投降大宋 太过于屈辱 但是比之大宋 徽兵来宫 身死国魄 要来得好啊 起码 起码这尊严还在 真要是被人家 直接打破国门 到时候再投降 那就没有现在这么好说话了 而且现在主动去投降 到时候在谈判上也能多弄来一些好处 最少西夏党项一族则不会重蹈蒙古人 金人的后路 大家也不傻 可不会再把这大宋当成几年前的那个大宋了 如今大宋横扫周边 已经展现出他那强大的肌肉 面对这个强大的国家 如今选择屈服 似乎是最好最佳的选择了 于是当满朝文武都不愿意的时候 这四个重臣站了出来 跟大家严明局面形势 严明道理 最终 这场辩论在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后 整个朝堂上下总算是通过了 于是李乾顺立即书写一封 并入大宋帝国的国书 让蒲王李仁忠亲自担任使者 出使大宋 将这件事加紧落实 开封府汴京城 齐林军在蒙古凯旋的事情 也已经传到了汴京来了 如今的汴京可谓是一片的歌舞生平 如果 如果此时宋徽宗还在世的话 指不定又要出来殷师作对了 是啊 没有什么能比现在更加歌舞生平的了 自大宋建国以来 不 是自汉唐以来 哪个国家能有如今大宋这么辉煌过 北方 异族 哈哈 如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整个北方 整个诺大的北方草原 如今都是大宋帝国的跑马场 换作三年之前 你要跟他们说 日后的大宋帝国会能有如此的疆域 谁也不信 还会把你以妖言惑众之罪抓起来 可是如今 如今谁又能猜想得到 现在的大宋帝国会辉煌成如此 功过三皇 胜过五帝 赵桓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竟然可能会有如此的殊荣 可不就是吗 论领土 如今大宋帝国的领土已经超越了汉唐 超越了大秦 古往今来历史上最大的不外乎如此 论功绩 如今的大宋帝国 清扫了北边的湖族 这些湖人不是被灭族 就是臣服在大宋的脚下 然后乖乖地选择迁移到内地 自此以后 北方将再无湖人之乱 困扰袭扰了自下山以来 到如今 所有帝国的北方湖人之乱 在大宋帝国手里得到了终结 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功绩啊 秦皇 武帝 唐宗 还是太祖 哪个皇帝又能有他赵桓这么大的功绩 当然赵桓也没有忘了 谁是这个功绩的开创者 那就是麒麟君 那就是李初 没有李初 也就没有他赵桓现在的风光 他赵桓以前确实是昏庸无能了一点 可你不能否认 如今他就是大宋帝国的皇帝 而李初 他这个最信任的臣子 自灭金 屠高丽 太玄归来之后 就直接回了乳坟镇 只是在开封汴京 逗留了半日 就回了乳坟镇 对于赵桓的这些风赏 李初也只是一笑领了 开府仪 同三思 开府建崖 李初也没有去鼓道 反而是一心地去陪伴阿秀 两日后 一匹快马冲进了开封府 这匹快马将西夏派遣来使的消息 传回了大宋 一日后 西夏使团来到了汴京 赵桓接见了西夏人 如今的大宋 可不再是当初那个柔弱的大宋 谁都可以来咬一口 所以这一天 赵桓是摆足了阵势 然则面对赵桓的显摆 西夏这边也是光棍的很呢 反正都决定要投降并入大宋了 这以后 大家就都是一家人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面对赵桓的显摆 西夏这边也是光棍的很 反正都决定要投降并入大宋了 这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 这西夏的蒲王李仁中 也自然不敢有什么意见 于是一见面 就捧着李前顺写的详书 高呼召还 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后这才将西夏主动投降 愿意并入大宋的事一说 这事一说 这大殿中的满朝文武也是一愣 他们甚至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西夏人主动投降 还有这等好事 赵桓也有些迟疑不定 这西夏人有多么的可恶 他们大宋展是最清楚的 这好端端的 你说你投降了 这 李初虽然没在汴京 但是施天忆在呀 在赵桓登基之后 就直接把施天忆调入了桃中担任官员 如今的施天忆正挂着兵部侍郎的位置呢 施天忆也看出了赵桓的犹豫 当即上前直接说道 西夏来头自为大喜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了施天忆这句提醒 赵桓也没了顾虑 于是 于是西夏并国了 在这边同意了之后 胡王李仁忠当即表示 七日的西夏王李前顺 将会在十日之后 启程赶赴到汴京来 朝臣中 如今的资金光禄大夫段宇 也就是昔日的大理国国主 赞叹地看着这一两个月来 大宋的发展 这 这速度 当真是让人惭愧呀 要是这麒麟君 当初生在他大理国 那该多好啊 如今的大宋 短短的时日就已经清扫了周边各国 就连西夏人也惊恐地主动来头 如今这西夏一头 大宋帝国的疆域又将往西边挪移了 北边 西夏人来头 成为大宋的西夏路 而南边 李初则以大宋疏密使的身份 给在广南西路的卢俊义下了一封调兵文书 调卢俊义率领二十万海宁军进入月礼朝 平调月礼朝 同时也将南边一带的泰国 蒲甘等一举灭掉 需要什么物资 可以提前向他申请 这边会全力满足 在大宋的南边 大陆板块架这边 还有五个国家 则分别是月礼朝 战成国 胡甘 真辣帝国 跟加摩吕波国 这其中的月礼朝跟战成国 这两个国家也就是如今的越南 而蒲甘则是缅甸 这真辣帝国又叫吴歌王朝 其所在的位置 乃为后世的泰国、柬埔寨、老挝 三个国家的全部区域 而加摩吕波国 再后世则属于印度 当然 这加摩吕波国并不是天竺 其所在的位置在缅甸、孟加拉国跟布丹三个国家之间 领土范围只有半个省这么大的位置 越礼朝又叫越南礼朝 如果真要纠结国名的话 这个时候他的国家名字就叫礼朝 历史上越南这边有两个礼朝 分别是前礼朝、后礼朝 前礼朝是李奔所建 李奔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国人 后来因为焦州刺史萧姿 为政苛刻残暴 失去民心 于是在焦州起兵造反 当时的焦州往南一直延伸到了越南这边 也就是说 当时的越南也是属于汉人的 李奔造反就是在这一带 后来战成国也过来横插一脚 被李奔击败 后来经过大大小小的战事 李奔的儿子在这边开始建立了礼朝 成为了越南第一个国家 这就是前礼朝 一直到了隋文帝的时候 被隋文帝打败 又复归于中原帝国统治 这一直持续到了唐朝 唐朝灭亡后 中原又陷入五代十国的局面 言义旧将无权 控制当地 打败了当时的南汉 在越南建国 此后这边国家交替不断 有黎朝到如今的李朝 这个李朝就是后李朝 这个时候的越南 无论是谁当家做主 这边的人都是汉人 可是到了后世的时候 这里的雀 早已经数点忘组了 海宁军南下的第一站 打的就是这个李朝 不过在开打之前 这边先是直接送一份文书过去 文书的内容很简单 一句话 要你李朝投降大宋 并入大宋 同时 李朝这边的百姓 全部迁移回中原 你若同意 皆大欢喜 你若不答应 大破城池 身死国灭 这一次为配合海宁军的作战 李朝还从北方这边将十辆WZ-132坦克 跟十辆罗利豹坦克调到了南方这边 配合海宁军 越南这边也属于山地 中型坦克在这边不好活动 反而是轻型坦克适合这边 这WZ-132最初的研发目的 也就是为了适应中国南方山地作战的目标研发的 当然 这样的文书并不只是发给了越南李朝一家 而是同时给李朝 战成国 真辣帝国 蒲干国 加摩吕波国 这五个国家同时发的 这叫先礼后兵 你若是答应 那就皆大欢喜 不答应吗 呵呵 如今北方战事大军全部定下 蒙古 辽 金 西夏 吐泊等等 皆宜全面 如今的大宋坐拥这个北方 所欠缺的就是这南方的这些小国家了 没有北方的威胁 如今可以全力来收拾这些南方的猴子了 除了坦克外 东海舰队的主力战列舰也全部开到了南海这边来了 李初让人给李朝发文书的时候 东海舰队就已经出现在了李朝的河内门口了 李朝的都城生龙 距离海边有些距离 大炮是打不过去 但是大炮可以轰炸着李朝沿海的港口啊 所以这边毫不留情的就开炮了 305毫米 250毫米的火炮 将一枚又一枚的炮弹 射向了李朝的这些港口县城 至于这些百姓的死活 算了吧 人家都没把自己继续当汉人了 何必要在意呢 当然 在轰炸之后 东海舰队没忘了亮出自己的身份 轰炸了李朝这边后 东海舰队继续南下 来到了战城国 战城国的都城日南城 是直接就是一个港口城市 那这样的话就对不住了 当然 在开炮的时候 东海舰队这边 故意的错开了这战城的皇宫 也到时候 一炮把人家皇帝都给弄死了 到时候谁来签署这份投降协议呀 完了之后 又跑去吴歌 轰炸了几次 最后才沿着马六甲 驶进了印度洋 又给蒲甘轰炸了一轮 舰队航行是需要时间的 在东海舰队轰炸完了李朝后 卢俊义率领的二十万海宁军 就越过了国界线 直接扑进了李朝 如今的海宁军 也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换装 个个都跟麒麟军一样 身披麒麟袍 手持复合弩 不同的是 麒麟袍的颜色不一样而已 深蓝色的麒麟袍 成为了海宁军的标准配置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北宋游坦克 面对麒麟军的弩阵 那些金人 蒙古人 都吃不消 更别提这个小小的李朝了 李朝之所以能在越南这边崛起 他每次崛起都是趁着中原国内虚弱的机会 然后在新朝建立的时候 又立马上贡 复庸为蜀国 这才苟延残喘到了现在 如今却是李初围着大宋疏密使 当二十万海宁军全部出现在李朝国内 一路打到生龙城的时候 李朝的皇帝李乾德 却是不得不进行投降 这李朝也是贱的 当初对大宋的态度非常强硬 还几度侵略大宋 抓走了广南一带许多的百姓 后来大宋派遣大军反攻 打败了他之后 他才归还百姓 然后跟大宋求和 可惜了 可惜当初大宋的那帮文臣 要的是名义 就这么放过了这个李朝 只是如今局面还是先以安抚为主 否则李朝又会在越南这边盛行屠杀了 李朝投降 卢俊义直接前李朝的军队 直接去攻战城 两军打了个死伤无数后 太宁军杀入 活捉了战城的国军 战城国也降了 仅仅是海宁军杀入 坦克都还没有出动呢 这就降了 李初通过南边传来的消息 也知晓了东南那边发生的事情 如今李朝 战城已经归附 看来东南这边的局面 应该能稳定下来 李初也就不再去管了 他只管等消息就是 如今这灭了蒙古 灭了金国 灭了高丽 西夏又投降了 这些可是送给了李初 海量的定制币跟大量的抽奖了 比之完成那些小人物 这些灭国杀人才是获得定制币最快的方式 没有之一 如今四周局面已经稳定了 要不要来抽抽奖呢 抽奖抽奖 既然获得了这么多次的抽奖资格 怎么能不抽奖呢 如今的定制币更是高达了九千七百万了 再来一点就要破亿了 就算不抽奖的话 想买什么东西 也都能有足够的定制币买了 而抽奖的资格 其中加强版抽奖资格 更是高达了一千次 一千次呀 这要放在一两年前 李初根本就不敢想 不过现在嘛 如今大宋四周都已经平定了 还有什么不敢想的 来吧 抽奖 呼出了福利抽奖页面 三十六个格子刷新 骰子出现在了李初的手中 系统 请宿主指定抽奖类别 如我指定 则随机类别进行抽奖 随机类别 随机类别的话 估计就是只消耗一次加强版抽奖资格了 估计抽到好东西的概率比较低 不同的是 抽奖可以所有类别抽奖 不过真要比的话还是指定类别的好 毕竟指定类别的话 可以精确到你想要的东西 不同的是需要消耗多次抽奖资格 抽什么好呢 李初陷入了沉思 是战争武器还是民生类的 论战争武器的话 如今麒麟军用的复合弩就已经为当事第一了 大宋这边的武器装备向来是世界最强的 这边都已经如此了 这要再放到西方那边国家去 只怕是更是强大 想了想李初还是先放弃抽武器类的 这块暂时不缺 系统 我要指定抽奖类别 类别指定为民用民生类 给我精确到汽车类 其实李初想要的是汽车生产线 这玩意儿通过定制系统购买的话 由于是第一条 所以需要八九百万的定制币 八九百万定制币不多 尤其是对于现在将近有一亿定制币的李初而言 真不算是什么 不过真要算的话 这个定制币消耗也是够庞大的 所以他想先试试抽奖 看看能不能通过抽奖获得 不需要特别的精确 如果抽奖能出一条汽车生产线 哪怕是最低级的那种拖拉机 只要一出来 绝对会影响定制生产线的定制币售价 无论如何都是个赚呢 确定了类别后 这次抽奖 透出了李初三次加强版抽奖资格 曬子扔出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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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点 豹子6号格子里的箱子飞了出来 落在李初的脚下 打开箱子 里面金光闪现后 漂浮出来了一辆甲壳虫汽车系统 恭喜宿主抽到了甲壳虫汽车模型 李初愣了一下 模型 这系统一如既往的坑爹呀 透出三次加强版资格后 重新抽奖 这一次 李初扔出了一个11点 11号格子里的箱子打开了 销出了一个黑色的轮胎 系统 恭喜宿主抽到了米其林轮胎四个 尴尬 继续抽奖 这一次终于抽到了一辆汽车了 终于不再是模型了 系统 恭喜宿主抽到了福特野马汽车一辆 继续再抽 系统 恭喜宿主 终于在第十次抽奖的时候 李初终于听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系统 恭喜宿主 抽到了福特野马汽车 商产线一条 漂亮 终于抽出来了 李初第一时间呼出了定制系统 重新输入了当初定制的那条汽车生产线 果然 其购买的定制币价格从890万的价格降低到了340万定制币 瞬间爆炸 李初当下放弃了抽奖 开始用定制币购买生产线 首先 这汽车是作为交通工具用的 所以为了加强各地区的联系 有必要去生产大巴车 所以这第一条生产线 李初定制购买了大巴车生产线 大巴车的类型有好多种 好在这条生产线上还赠送了相应的生产技术 购买了大巴车生产线后 新的生产线价格又降低了 这次只需要300万 不过一条生产线出产的大巴车数量显然有限 李初一口气直接买来了五条 这价格又一次降低了 大巴车是加强普通百姓之间的联系 毕竟坐一次车只需要这点钱 可是若是遇到了有钱人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又需要私家车了 福特野马的生产线属于半跑车类别的 有点太高端了 所以李初又定制了三条普通的四箱轿车生产线 这些是作为在大巴车以外的选项 这有了私家车了 那么肯定也需要工作车之类的 比如面包车 货车 于是李初又定制生产了几条 由于这边定制购买的线路太多 如今一条生产线的定制购买价格都降低到了六七十万了 当然 有了生产线 还得要钢铁呀 以及一些汽车的配件这些 于是李初又花了大量的定制币 定制购买了高炉等等一些东西 如此一来 整个汽车生产线就全部完工了 就差生产了 到时候 整个民生方面 就能从马车转移到汽车上去 除了汽车外 还有的就是汽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29集 之前这边就只有一些汽车跟坦克 消耗汽油 可是一旦普及汽车的话 那么这加油站肯定成为了一个必需品 可如果直接去定制系统购买的话 这需要最少三千万定制币 才能铺建这么多的石油汽油管道 最后 李初找了定制系统 跟定制系统进行合作 以付出一千万定制币的价格 跟系统合作 让系统去铺建加油站 跟各种汽油管道 合作方式 还是跟当初那样 这样一来 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县城 都能有一个加油站 可以加油 当然 这次合作 李初又获得了大量的历青 可以再次修建历青路了 说起这个历青路 如今这几个月的发展下来 上个江南已经铺建了差不多有三千多条历青路了 每一个县跟县之间都有一条历青路相通 甚至一些历青路都修通到村子里去了 最后 李初继续进行抽奖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再指定类别了 而是随意地用一次加强版抽奖资格 随意地抽一下看看 看看这系统的尿性会让自己抽到什么 三十六个格子重新刷新 扔出骰子 落地三十六点 三十六号格子里的物品飞了出来 落在李初的脚下 打开 漂浮到光团上 却是一样李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 恭喜宿主抽到了华星全套技术设备 以及生产线 数量为二十条 华星 这玩意儿李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当初还在乳坟镇的时候 这边麒麟军也是刚刚兴起 李初为了弄一个类似于后世的身份证一样的东西 又为了给军工这边做数据统计 最后直接在系统中定制购买了华星的芯片 给每一个麒麟军都下发了出去 不仅给麒麟军 就连乳坟镇附近的百姓也纷纷发放 把这东西彻底地变成了极多种数据统计功能的芯片身份证 后来发展到江南那边后 这华星就暂时没有发放给百姓了 而是只给军中的士兵配备 另外就是给一些对麒麟军有贡献 或者一些跟麒麟军有相关合作的人员发放 毕竟整个江南的百姓基数太大 哪怕华星的价格很低 数量越多越低 可还是耐不住百姓多 再加上江南这边步伐进展得太快了 很多配套的设施设备什么的都没有齐全 所以李初也没有在江南这边继续推行华星 虽然没在江南这边推行华星 但是在乳坟镇、乳州、京西南路这一带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百姓都配备上了一张华星 这次福利抽奖居然直接抽到了华星 而且还是最关键的设备技术以及生产线 有了这些东西后 华星就可以大面积地发放了 这华星生产的成本也低 主要是技术含量高 毕竟这是古代 科技差别太大了 这次连同技术也一起抽到了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兴奋的了 赚了 本来是打算暂时结束下这次抽奖的 没想到最后尝试下的一次加强版抽奖 居然会给自己带来这么一样好东西 时间匆匆地过了 不知不觉地就已经度过了快一个月了 一个月的时间 南方那边的战事进行得非常的顺利 尤其是当二十辆坦克投入到南方战场后 整个南方局面简直就是一边倒 无论是蒲甘还是真辣帝国 两个帝国的领土跟实力 虽然不能跟大宋相提并论 但是在这东南一带 他们两个就是绝对的霸主 尤其是当大理并入了大宋之后 在这南方一带更是无人出其中左右 胡甘的人跟真辣的人都曾经来大宋拜访过 当然大宋当初提出的蜀国一事 两国没有答应 连蜀国都不愿意答应 更别提如今直接就是赤裸裸地一纸文书下去 让他们投降并入大宋 这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不答应那怎么办 大呗 于是这一个月之内 这蒲甘跟真辣两个国家彻底哭了 到这一刻 他们这才感受到了 来自于北方大宋帝国的强大实力 他们最精锐 最言以为傲的精兵 在面对大宋帝国的海宁军的兵风之下 不堪一击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这两个国家就已经被战争大的千疮百孔 或许是受到李初率领 最大化 这边杀起这些真辣根蒲甘的人来 也是心狠手辣的很 不过这心狠手辣归心狠手辣 也就只是用于战争之上 用在于两军交战之上 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百姓 海宁军这边也奉行着麒麟军的那套 对百姓秋毫无范 也从不从百姓手里抢夺什么 当然了 一些别有用心的百姓 故意攻击海宁军者 这个不算 这样一来 大宋帝国的海宁军 虽然在攻蒲甘根真辣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百姓 对大宋帝国却不怎么反感 唯一的就是 知晓在如果给大宋帝国答应了 那么他们这些人 可能要迁移到大宋去 这一点有些不满 不满归不满 但是大宋的军队从未对这些百姓 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这遵纪守规的 比蒲甘跟真辣两个国家本身的士兵都好 以至于这样一来 这些百姓反而还隐约有点期待 这大宋帝国赶紧占领这里吧 这军队都如此了 这个国家肯定是非常的强盛 对百姓也肯定是爱民如此的 面对着大宋帝国的攻势 最终无论是蒲甘还是真辣 都不得不选择了投降 这两个国家这么一降 在蒲甘上面的加摩吕波国 更是光贵地跟着一起降了 随着这三个国家一降 如今大宋帝国的领土直接往南 延伸到了马六甲海峡那边去了 整个南边这一带 全部都变成了大宋帝国的领土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不仅是海宁军在蒲甘 真辣两个国家中争讨 东海舰队的人 则带着在广南东路的三万海宁军 乘船一路直接往南 来到了吕宋岛 这吕宋岛就是后世的菲律宾 如今的吕宋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 而且领土范围也没有扩大到 后世菲律宾那样 而是仅在这吕宋岛上 虽是一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华人组成的零散组织罢了 华人 这个时候的吕宋岛大都是在三国以后 迁移到这里来的华人 尤其是五湖乱华跟南北朝时期 迁移的最多 最后就是宋朝在这边经常的贸易 让这边也慢慢地跟着发展起来 当东海舰队这个庞然大物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整个吕宋岛都惊动了 当知晓乃是大宋的军队后 吕宋岛沉默了 这三万海宁军的军都指挥时 乃是当初在汝坟镇投礼出 后来面对梁山之战中 大败郭胜 斩杀吕方的邓玉 邓玉一来到这边 就立即铺开了架势 然后拿着一道金黄色的圣旨 就直接宣读起来 圣旨的内容很简单 那就是从即刻起 这吕宋岛就成为了大宋帝国的吕宋路 同时 这吕宋岛上只允许存活华人 所有原先岛上的土著 一律全部屠杀 当然 圣旨也并非是真正要这么苛刻 比如一些跟华人结婚的女土著可以存活 或者原先一些从中国迁移出来的少数民族 也不算 除去这两点外 其余的但凡是当地土著 一律斩杀 面对这样的一道圣旨 整个吕宋的港口一片沉寂 吕宋的屠杀是残酷的 但是也是必须的 因为有的一些民族是真的真心真心的该死 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为何该死 谈到菲律宾大家都懂的 在吕宋岛上 自宋元明清后 这岛上有许许多多的华人 可是到后世的菲律宾时代 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后 占个菲律宾只剩下了一百万前后的华人 这前后数字差别 那叫一个大呀 尤其是当年小日本侵华的时候 又有许多的华人迁移到菲律宾了 结果这些人呢 吕宋岛上的血持续了一个多月呀 大宋帝国还主动给这些在吕宋岛上的华人 发放武器 弓箭 铠甲等等 让这些岛上的华人 一起参与到屠杀菲律宾土著当中来 你若是藏在林子里 直接连林子一起烧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北宋游坦克 岛上的这些华人本身是不愿意的 当知晓如果不屠杀这些土著的话 那么这岛上的华人 谁若不出力 那就直接抓回大宋当劳役 对此 这些岛上迁移而来的华人 也不得不加入了这场大屠杀当中 这场大屠杀 不仅将吕宋岛上的土著 胡了个一干二净 而且还一路延伸到 吕宋南边的那些岛屿群中 结果那些躲藏在这些岛屿群中的 菲律宾土著 也没有幸免于难 尸体纷纷抛入了大海当中 让他们回归大海的怀抱 这南方战事到此也算是一个结束了 其实也不能算结束 最少在至于更遥远一点的南方 还有好多个国家 比如后世的马来西亚 后世的印尼猴子 这个时候的马来西亚 如今乃是一个势力佛士国 至于印尼猴子那边 目前还是成土著的存在 当然 战争还没结束 不同的是战争的重心核心 没有偏向于这边了 将来肯定是要继续打这边的 不过当今之际 还是先要稳固一下地盘 毕竟如今大宋的地盘 突然一下扩张到了如此庞大的区域 而其他的治理等等配套设施 都还没来得及跟上 而且如今大宋国内乃是一片的迁移热潮 有迁移出去的 也有迁移进来的 迁移出去的 是因为帝国许诺了大量的土地填产 一些在大宋国内贫困的家庭 可以选择迁移出去 直接当好地主 而迁移进来的 则是四周被麒麟军攻伐 投降并入大宋的帝国 将他们最少一半多的百姓 迁移到大宋境内 或者更北方 这样一来 最大化减少当地人产生矛盾 有利于加强大宋 对这些周边区域的掌控 同时这也是一种融合 以这样的方式融合下去的话 付出个十多年的时间 那么这块地区 将会稳固地成为大宋帝国 真正核心意义地掌控地 当地百姓 对大宋帝国也会有归属感 南边的战事是结束了 但是北方跟西边的战争 还没结束 西夏虽然投降了 但是在西夏的西边 还有西辽 还有黑汉 还有回湖 还有回起 辽国虽然灭了 但是却没有彻底地灭亡 因为其领土覆盖范围太大 蒙古人从中间将他们一刀切成了两段 其主要城池人物都在东边 结果最后为金人所灭 而西边的这些辽人 则在这边继续自好大辽 这黄头回起的位置 乃是在后世的青海一带 西州回湖的位置 则是在新疆东部 黑汉则在新疆的偏西部 而西辽这边则为新疆的北部 整个丝绸之路 全部为这些国家所占领 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 这些个领土必须要收复回来的 尤其是这黄头回起 跟西州回湖的这些地盘 这些地方原本就是汉朝的西域都护府 后来被这些少数民族所占 战争还在继续 岳飞率领着麒麟军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用武力硬生生地将这些国家给征服了 当岳飞率领着大军返回大宋 凯旋归来的时候 这回起 回湖 黑寒 西辽的这些个族长 或者王什么的 也跟着一起回来拜见大宋的天子赵还 赵还又是一场热泪盈盈 他又一次来到了太庙 呼喊着给大宋的列祖列宗们 磕头上香 自他继位了这个大宋的皇帝以后 大宋帝国简直就是以非的速度在扩大 从原先的中原一带 再到如今的南至马六甲那边大海 这北道荒无人烟的冰原 这西更是直接杀到了塞尔柱那边去了 如此浮原辽阔的大帝国 就这样在他手里一点一点打出来了 唐 汉 秦 你哪一个朝代 哪一个帝王能跟他比 这已经不仅仅是完成了 列祖列宗收复燕云十六周的心愿了 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帝国 时间匆匆 自上一次回起回湖 黑寒 西辽投降 如今已经过去了五个月了 这五个月中 大宋停止了对外的战争 专门专心来发展国内的事业 比如说修路 比如说建造新房子 再比如说生产新衣服 比如说生产各类小轿车 比如提升各种民众福利 比如说提升国内的工业 国内的科技等等等等 历初可是非常记得一件事 历史上的元朝 也是如此的浮原辽阔 然则不过十多年的时间 就倾刻间崩塌瓦解 战争只是一种手段罢了 真正要看的是如何稳固所得到的地盘 如何民族融合外 就是靠着本国自身的强大力量 所以这公路铁路 历初都是优先将这些被占领的地盘修建 一旦这里出现什么问题 大宋的大军可以第一时间 非常快地赶到这边来 如此这时间又是过去了一年 这一年大宋还是埋头发展 稳固自己所获得的地盘 这一年 李初的孩子也一岁多了 是个男孩子 长得也是非常的可爱 取名为李启 而赵桓那边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年多来 他宠幸了无数的后妃 却没有任何一个妃子 给他诞下半个子嗣 庆了无数的太医 甚至还到民间去求取名医 最后谁都没法给出一个解释 而他唯一的一个儿子赵慎 却是因为不小心 坠入了莲花池中淹死了 当初他为了这件事 可是伤心了许久 这一年中 李初的大半时间都陪在阿秀身边 逗着自己的儿子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这一年多的时间中 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日本 随着日本女奴在大宋非常的畅销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补奴队 尤其是一些从土博 从真辣 从蒙古那边迁移来的人 更是成为了这补奴队的主要组成 他们进入了日本 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中 整个日本的男人都快要被杀了个干干净净了 尤其是日本的都城平安京 更是被李初亲自开着轰溜 来回轰炸了好几次 那啥啥的鸟语天皇 不知道成了泥土还是成了啥的 如今的日本 已经是大宋的日本路了 因为日本人除了女奴外 几乎没剩下几个了 而北边 随着这边迁移人越来越多 这北方也逐渐地在发展 一路直接开发到那些极寒之地去了 如此这时间又是一年 这一年李初告别了阿秀 告别了儿子 这一次 他将亲领大军进行西征 西边还有很多的国家 这一次大宋帝国是三路大军齐出 一路为李初亲自率领 攻塞尔柱 攻花刺子魔 往拜占庭 往欧洲那边打过去 一路为卢俊义率领 自大理路出 进入蒲甘路 然后攻天竹 这个时候的天竹 乃是多个国家 各自割据为战 最后一路则为岳飞统帅 攻加瑟尼王朝 攻塞尔柱 然后往阿拉伯那边打过去 战争又开始了 在李初统兵作战的这些时间中 汴京城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赵环 驾崩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